新疆在发生袭击事件 至少18人死亡 福建建欧近百村民聚集市政府抗疫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 我是景轩 新疆喀什市 星期一再次发生暴力袭击事件 一群维吾尔人持刀和爆炸物 袭击公路检查站 至少18人死亡 包括3名警察和15名袭击者 当地一名前政府人员说 死亡人数高达28人 其中大部分是路人 中国新疆当局网站日前发布消息称 和田地区明峰县共青团 不久前举办乡村啤酒节 引起海外维吾尔人团体的批评 请看详细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方天山网报道 6月15日新疆和田地区明峰县诺克亚乡联合县共青团委 举办首届开怀唱饮放飞快乐啤酒节 报道说明峰县举办喝啤酒竞赛 是现代文化引领占领乡村文化阵地的活动 目的是以现代文化活跃乡村文化生活 挤压非法宗教传播空间 占领乡村思想文化舆论阵地 增强村党组织的凝聚力 确保农村和谐稳定 路透社的相关报道说 流亡海外的维吾尔团体批评新疆当局 在穆斯林宅月前夕 在和田这个伊斯兰信仰比较浓厚地区 举办喝啤酒竞赛 是对当地民众信仰的蔑视 是激发汉族和维吾尔族 穆斯林间紧张关系的又一事件 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禁止信徒饮酒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 维吾尔人权工程的资深研究员 亨利克·萨斯耶夫斯基指出 我也看到了这则消息 选择的时机 尤其是显得考虑不够周到 在中国当局已经就摘月活动 做了很多限制的情况下 在宗教气氛较浓厚的新疆南部 在摘月之前搞这种喝酒比赛 显然是一种很不明智的做法 大家都很清楚 伊斯兰教是禁止信徒喝酒的 而在摘月前后和之间 更是要远离各种酒类 在刚刚开始的今年摘月前夕 中国官媒和新疆政府网站 都发布通知 要求当地共产党员 干部 公务人员 学生 教师等 都不要参加宅月 封宅活动 在一些曾发生过暴力死亡事件的县市 当局要求官员必须承诺 保证不参加封宅 开宅等宗教活动 中国当局近年来一直禁止 新疆维吾尔族官员和年龄在18岁以下的 维吾尔族青年封宅 虽然当局一再声称保护宗教自由 但它严格控制中国境内的宗教活动 只允许官方认可的宗教机构运营 今年摘月期间 当局要求维族餐厅不得停业 维者将受处罚 要求学生在暑假期间 每周返回学校参加政治学习及午餐 以免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学生封宅 美国维吾尔工程的萨斯耶夫斯基还指出 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宗教活动的限制 如今已受到了世界穆斯林国家的关注 这次摘月与往年摘月相比有一点很有意思 这次我看到很多国外媒体和宗教组织 对中国政府限制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做法 提出了批评 最近我还看到印度尼西亚和埃及伊斯兰组织的声明 对中国政府限制伊斯兰教徒的宗教活动 表示关注和不满 福建建欧徐敦镇 100多位村民因征地纠纷 星期二前往市政府门前请愿遭警察暴力对待 8人被抓 而前一天徐敦镇政府雇佣打手 到贵美村征地并打伤维权村民多人入院 另外广西柳州渝与丰区荣军派出所发生村民猝死事件 但事发过程却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据称警察擅自火化死者尸体 死者家属到派出所讨说法 与公安发生推撞 上海金山区市民在当地区政府发布通告 明确否认将建造PX项目的情况下 仍然连续三天上街反对该项目 有市民表示 示威者曾要求区长出面表态 最终无果 令大家对政府的承诺抱有怀疑 请看详细报道 上海金山区大批市民周三继续游行抗议PX项目 这已是他们连续第三天走上街头了 一名金山区居民周三告诉本台 当天参与游行的约有数百人 这两天都有很多的市民在区政府这里 反对PX项目 我想问一下今天还有人吗 今天还有 大概有多少人啊今天 因为很多人都要放大 所以去带人吧 上述居民告诉本台 金山现有的化工区已经给当地带来了污染 大家都不愿意再看到新的PX项目落户 在周一万人游行抗议后 金山区政府随即发布了告示民书 称上海化工区产业发展规划中没有PX项目 规划中的炼化一体化项目 是指从石油炼制到化工品衍生的项目 首先的环节是炼油 其次是乙烯 规划中的炼化一体项目 主要是为化工区现有企业提供配套原料 这次上海化工区规划环评不涉及PX项目 将来上海化工区也不会有PX项目 告示民书同时还要求全区市民不非法聚集 不参与影响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各类活动 不过 有关的通告并未能阻止民众上街的步伐 另一位当地市民周三向本台表示 周二晚 示威的人群要求区长出面表态无果 令大家无法相信政府的言辞 前天的时候政府就已经发了一个通告 说是不会再建这个PX项目 那为什么大家还会继续上街来反对呢 是不是其实就是大家还是有点不放心 会觉得可能还会继续建 上述市民所说的高桥项目是指高桥实话 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南唐高桥港 拥有每年1200万吨炼油产能 是中石化旗下重要的炼油化工一体化企业 由于装置老化等原因 近两年来 该公司曾发生多起泄漏火灾等事故 2011年 中石化与上海市政府达成协议 中石化将斥资在位于金山区的上海化工园区新建一座 包括总炼油产能达2000万吨 以锡产能达100万吨在内的新炼化企业 并在新企业投产后对高桥实话进行拆迁 虽然金山区政府的告市民梳理对此予以否认 称高桥实话是被关停而不是搬迁 不过 有关说法并未获得市民的认可 上海民运人士汪建华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由于政府的公信力已经破产 因此即使对方一再否认 也难以取信于民 现在因为政府说话哪一天算数过呢 老百姓已经看错了 什么一个相信它的依据了 但是不知道了 到时候又会偷偷摸照 你到这个场 PX场嘛 你要是环保过得过去 什么都过得过去 不污染环境 那你去说吧 和解决当地人的就业啊 税收啊 为什么老百姓不要呢 但是不相信你 因为有很多场就是爆炸一会儿 污染环境一会儿 现在你说不到 他们也不相信 江湖出去信用了 一方面是金山区的市民 为反对PX项目日日上街 另一方面在网络上 有关的讨论却遭到大量删除 在新浪微博输入金山PX等关键词 搜索结果显示的只有官方的报道 而在腾讯微博上 更是把有关词语设置成了敏感词 禁止搜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杨帆的采访报道 中国社科院星期三发布新媒体蓝皮书 称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 已经日益深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成为网民发布和接受资讯的主要渠道 但微博和微信的假新闻和谣言问题 也越来越严重 报告说当前低学历、低年龄和低收入的3D人群 仍是微博用户的主力军 且近6成的假新闻首发于微博 而每个星期二则是微信谣言传播的最高峰 广州三君子唐金龄、袁新廷及王清盈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 三名被告人19日在庭审中解除代理律师委托后 葛永喜律师于23日再次接受唐金龄的委托 以辩护人身份在看守所与当事人会面 一起来看一下 广州三君子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 上周五在广州中院开庭时 唐金龄、袁新廷及王清盈认为 法官多处违法当庭解除辩护律师案件终止审理 法官宣布休庭 唐金龄重新委托的葛永喜律师 本周二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以唐金龄签署委托协议 正式代理辩护人葛律师周三告诉本台 香港立法会议员上周四投票否决 在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方案 在表决前一天 唐金龄通过律师向香港特首及立法会议员发表公开信 希望在这历史性的时刻能做出无愧于自己香港和国家的选择 还指真正开放的普选才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他还表示自己被求也是因为要求公开公正的普选权利而已 反问香港是否沦落到这样的地步才能觉醒 在上周的庭审中 唐金龄不满检察官和法官 掩藏他的辩护词 要求法庭调取 但被拒绝 唐金龄还因为此案 关键部分是他反对一党专制 因此要求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法庭人员回避 以确保公正性 但被拒绝 包括唐金龄在内的三名被告人同时解除六位辩护律师 唐金龄的妻子汪彦芳 星期三对记者说 他们三位被告人的家属将以家属的名义 继续委托被解聘的律师代理此案 我们这边的家属是训真还是保留以前的那个律师 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呢 家属可以再重新聘请他们的 没有这个规定说不允许 只是法院的话是会阻止而已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可能家属还会要求按照法律的规定的话呢 以前的那个律师呢 还是可以保留的 看那个中央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 王眼芳说 王庆盈的妻子以权力要求委托原来的两位律师 而远欣廷的家人也要求继续委托原来的代理律师 她说 那我这边的话呢 我肯定也会再次申请的话 看能不能保留张水峰的那个援护的权力 我们还是要在法律上呢 是要争取一下的 去年5月16日 唐精灵、王庆盈、袁欣廷三人 分别被国保从家中带走后 刑事拘留、起诉书、指唐精灵等三人 从事公民部合作运动 即64静思节、429灵昭纪年日 即废除户籍隔离等活动 此案因更换律师案件 可能需要重新开庭审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 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圣关法师及黄敬宜居室被控删颠案 今年4月审节 法庭至今没有宣判 圣关法师的弟子果实法师 引述该案代理律师表示 当局涉嫌超期拘押 当事人合法权利遭受严重侵害 督促当局尽快宣布判决结果 但法官以你懂的回应 果实法师还透露 圣关法师在狱中受到不公平对待 导致其营养不良 香港雨伞运动后的小型占领区 天美新村 星期三遭到当局强制清场 有留守者与警方争执被带走 清场后有留守者呼吁市民 积极参与七一游行争取民主 但也有留守者认为 年年游行已无法给当局带来压力 港人应思考新的出路 请看报道 香港政改方案被否决 政府给予在立法会外天美当行人路上 留守者车走的期限周三解满 当天早上 地震总署人员到现场清场 宣读最后通知 要求留守者在一小时内搬走 呼吁公众人士切勿阻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 入部合作会保留检控权力 其后地震总署人员开始清拆现场的帐篷的障碍物 并拍照记录 大批警员在现场架设铁马戒备 有留守人士在对面马路举起黄伞观看清场行动 据香港电台报道 有留守人士表示会将物资转赠有需要人士 亦有留守人士要求更多时间收拾物品 与地震总署人员理论被警方带走 留守者莫先生当天下午接受本台采访时称 今天中午左右就已经整个窗清理掉了 人都大部分已经走了 我今天晚上会回去 帐篷就没有的了 他不允许 但是我只是坐下来 他就没有什么可以赶我的理由了 到今天就70天 中间我有离开过到铜锣湾到旺角 有几天我病毒了 大概留在哪里都要两百六十天 典发会的下面的这个示威区 从前都允许我们通宿留在哪里的 现在都不可以了 现在晚上11点就要离开了 这些村民都是很坚持 你不允许我们进去 我们就在外面留在行人路上面 本周开始已经有留守者陆续清理帐篷离开 也有留守至最后一刻的市民 在天美新村的营帐上写下 天美村留守269日的字样 留守者们呼吁市民七一上街游行 提醒泛民团结协调 今年去议会选举 但曾经的占领者John则告诉本台 年年游行已经无法给当局带来压力 港人因思考性的出路 政改在立法会议已经否决了 就在这里到的抗争的人 是都觉得已经开始搬走 他们的公司的帐篷 都要再继续带在这个帐篷里面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为什么会发生上一年 几个月的但已经为白山决定了 但是否决了政改的方案 自己或者是香港人都要 严重地想一想 然后应该怎么样走 把第一个带领或者是其他的抗争运动 或者是在议会里面继续抗争 我觉得每个人比较小 这一号我觉得我每一年一年和一年的游行 除了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以外 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压力可以给政府 或者是这样去争取我们的诉求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国首在天美新村多时的称赞中大陆民运人士王登耀 在当局清场期间突然情绪激动问 是我做错了吗 结果被警员强行押上 轻行货车带走 王登耀早前曾透露 自己有家归不得 来港的旅游通行证早已预期 失去内地身份证三个月前 以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 属申请补发证件 但任未获批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心灵的采访报道 金融时报中文网23日刊登了 天泽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毛于氏 题为是谁养活了谁的文章 文章对吃党的饭还砸党的锅 这一说法提出质疑 一起来看一下 金融时报上毛于氏先生的文章说 最近一些党内人士 批评不与党保持一致的人说 吃党的饭还砸党的锅 于是有人反传相机说 谁吃党的饭 是我们纳税人养活了党政官员 吃党的饭还砸党的锅 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 现在难以考定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句话代表了中国执政党内 一些人的情绪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 2014年11月在红旗文稿发表文章 批评个别党员吃党内饭砸党内锅 文章中有一句话可以诠释砸党内锅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用错误观点 错误理论 甚至用一些胡变乱造的事实污蔑党 污蔑党的领袖 旅美学者谢选俊说 吃党内饭还砸党内锅的说法 有点给人扣打帽子的味道 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扣帽子的因素在里头 就是像以前把习近平他爹打成反党集团一样 对吧 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 这是一大发明 指毛泽东说的 北京律师谢宴一表示 吃党内饭砸党内锅 流露出一种很不好的情绪 吃党的饭砸党的锅 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 它是不符合事实的 对吧 确实是按照一般的经济常识 应该说是耳奉耳入 名指名高 咱们都知道这个话 都知道这个道理 就是说官员政府 不管是党国政府 还是现代意义上的这种宪政政府 法治政府 它都是根据人们的契约来管理一些公共事务 授权管理一些公共事务 统治者它都是离不开被统治者 执政者当然离不开纳税人 离不开人民 什么为本 什么为莫 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薛选军也说 他不赞成把执政党和纳税人的关系 对立起来 吃党的饭砸党的锅 这显然是片面 那么反过来说呢 说那个政府呢 就是吃纳税人的饭呢 这个好像也是不全面的 因为这个政府呢 和这个纳税人呢 它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 就是说它有对立的一面 但是它也有合作的一面 现在中国国内呢 确实不准提纳税人这个词了 中央电视台 好像有一个白岩松还是谁啊 他就在一个节目里说啊 说上头不让他们提纳税人这个词 因为提纳税人这个词呢 就让人们知道原来党的钱 是从老百姓那搜花来的 征税征过来的 一个法治国家呢 它是政府需要把自己的收支 明细帐啊 加以公布 那你如果不要求政府 这个公布财政的话 那它肯定是黑箱作业 肯定是在里面是贪污啊 淫似舞弊 谢燕一律师表示 中国共产党 应当从革命党的角色 转化为执政党 我想呢 也需要当权者呢 改变一个思维 革命党的这个立场 一定要转化成一个执政党 甚至包括是一个 现代文明意义上的 竞争的执政党 要改变这种 一元化的这种的 革命党的这种角色身份 从历史中走出来 走向未来 这个天下为公 这个国是大家的国 是人民的国 而不是一个党的国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杨家代的采访报道 正在美国访问的 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 星期三上午 在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总部 接受了记者张敏的专访 吕秀莲就台湾明年的 总统大选 亚太 台海关系 以及中国大陆 目前的政治生态等 发表了看法 一起来看看 他是怎么说的 台湾在明年一月份 将要举行的总统 副总统公民直选 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尤其引起关注的是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参选人 蔡英文和洪秀柱都是女性 那么在7月19号之前 是否他们两个人要角逐这个总统 还有多大变数 蔡英文主席代表民进党参选 下一届的总统是百分之百确定 民进党全党都支持 那么洪秀柱女士的部分 因为这次国民党第一次采用初选 他们的制度上比较怪异 没有一个男生愿意参加初选 可是好多的男生都想选 结果没有人去接受初选的程序 当然就洪秀柱一个人就出来了 但是国民党的车队又说 中常会是核备 那么要等到7月19号 党代表大会才能够核准 核准也表示说也可以不准 所以现在就还有一段时间 那听说很多男生 第一阶段不敢参加 第二阶段可能就也不放弃了 所以目前还充满一点变数 如果到了7月19号 确定下来是这二位女性 来角逐这个总统 那么这个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即使只有一位女性而当选的话 也是已经是突破性历史的先例 我比较不希望把它当做 这是两个女人的战争 我说既然两个都是女性 我们就不要看她的性别 这是国家领导人的选举 不是你个人会当选 不当选的问题 而是台湾2300万人 获福的一个依据 你必须要接受严格的检验 让大家相信你的人格是清白的 相信你的领导能力是卓越的 你有治国的能力 那么您怎么看目前 亚太台海的局势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作用 以及两位当选人 或者以后还有第三位加入进来的 我们现在目前还不知道的 不同的选举结果 将对这个局势有什么影响 有一句话说 是性格的问题 不是性别的问题 目前这两位总统候选人 他们同一个性别 但是截然不同的性格 所以也蛮有趣看他们两个 怎么在选战里面攻防 蔡英文女士温文儒雅是一个学者出身的 那么洪秀柱是能言善道 而且非常非常的麻辣 就是他们性格上很大的不同 第二个就是在政见上很大的不同 民进党是以台湾为本位 我们台湾优先 所以我们建立台湾的主体性 可是洪秀柱是中国优先 他们非常表白了 就是台湾跟中国 大家要同表一种 那也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他讲了很多言论 大家认为很像北京的发言 那这样人家就会质疑说 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都还不能选总统 你不是 你在台湾是选总统吗 你是选香港的特首吗 还是选台湾的省长 这个是将来会被严厉挑战的地方 那您怎么看目前亚太局势 台海局势 而且这种就是您目前对 选情的这种关注 它延伸下去 如果推论的话 将会比方说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您现在重点关注的思路是什么 好 我觉得第一个亚太地区 因为有东海有钓鱼台的问题 前两年吵得很凶 日本说钓鱼台主权是我的 我们台湾说这本来就是我们 传统就是我们地理上 那个地质结构 跟我们台湾一模一样 当然可以证明 有很多文件证明 这根本就是传统台湾渔民 去补鱼的地方 那么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就主张说 因为台湾是我中国的 所以钓鱼台也是我中国 它是用间接来带 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现在 这个富国强边以后 他就不断地对日本挑战 就是钓鱼台的紧张 那么最近稍微趋缓 因为台湾办了一个 关键性的角色 马总统他提倡是 东海和平倡议 那么他主张就是说 钓鱼台主权是中华民国的 那可是我们现在大家都 各自主权别吵了 可是我们一起来开发吧 各自主权共同开发 这是马总统基本主张 可是我的看法是 我赞成各自主权 表明这是我们的 可是我认为为了海洋的 永续发展 还有区域的稳定 我说我们共同不开发 我现在觉得南海 应该也这样 我一直在主张 没有人定胜天 我们要今天席地爱人 有关以上新闻 更为详细的内容 欢迎您登陆 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浏览 好 今天的亚太零播就到这里 我是景轩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欢迎订阅